这时候的国民党呢就选择了第二条路 就是我选择了跟民党在同一条路前 就是一方面呢 我去指责中共做我们的不合适的待遇 但是另一方面呢 国民党跟民党就不一样 它就能支持两个的交流 两个的经贸交流 那这些发生的什么现象 这些发生的现象 对于民党来讲 这是一个经济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的经贸交流这么一切 可能两个的政治与民党就在存在 最后民党就很容易借购他的 所谓的国民党的其中外海的思想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跟民党的经质这么好 他有武艺会的人开心是有所能够的 他一定要把他经济勇战你 他最后的目的还叫消灭你 所以说你跟他经贸越交流 然后呢 民党就更容易扣着个帽子说 你看看 就是给他玩的 就是给他捧战的 但马云主变为这个困境的时候呢 他又坚持所谓的不服不服 又坚持所谓的维持现象 又坚持所谓的其中各表 那我刚才想说 民党各表这个概念 它延续在2008年的时候 它发挥它的功能 可是民党各表这个概念 它没有办法去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 两岸敌对状态 那就变成一个什么现象 比较各位开车 有一个轮子叫做经济 这个轮子转动得非常快 可是有一个轮子叫做正直 这个正直会锁住 转动 那这个车子一定会容易翻车 这个翻车就出现在 2014年的3月18号 太阳发挥了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 就是说 你们这些国民党跟大陆 搞得接触为 九三二二的世界 又是所谓 又是所谓两岸兄弟 两岸一家庭 讲得这么甜言语 可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警察 大陆还是对台湾起床的 努力不放弃 大陆继续打压我们的国务中间 又不承认 无几华民国正存在的事实 那你国民党在搞什么 那 我到底国民党 我刚才讲 对于这个问题 你应该怎么讲 你应该是思考之外 那我国民党就是2008年 我们实现为一个机会 我要不要去解决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去结设你对的状态 因为 不结设你对的状态 你国民党永远会掉进来这种陷阱 这种陷阱就是说 你会心中埋态 所以 没有这个问题解决以后 你还可以让两岸关系深圳的主项 可听八人 可是倒过来讲 陷阳总是民党 民党刚从已经开始了 他就希望两岸的激队状态 不可以持续下去 因为两岸的激队状态 是由于 民党在台湾搞财图 参累他的能量 很重要一个基础 包括陈军队 他也维持两岸的激队状态 那到了你马英九成八年 最好的这种 一样的激队状态 合作马英九后来又做了一个最重要的选择 他不想去接受激队状态 就话说 我拒绝跟大陆进行政治对话 那你不进行对话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激队状态 因为你不解决激队状态 恰恰好去掉进了民党所需要的限制 因为民党就不希望你去决定激队状态 就我刚刚讲 国里都会 到神圣诞一段以来的这个政治局 因为两岸的激队状态 你解决以后 台湾的论财图 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 1948年以来 原来前四年 对于国民党来讲 两岸关系是一个奖项 可是你当时到此 2012年以后 两岸关系也不再是国民党的奖项 为什么 第一个 你长期间的激暴交流 你当然不可能有一次是过敏的一方 因为激暴交流 你绝对是有何有私的 所以大陆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企 他跟台湾交往 台湾不过 你可以得到一些 可是大陆得到的 你应该也会多 所以台湾的老百姓会觉得说 那我现在吃水果变得更贵了 那因为老百姓说 你官方会虽然来得很多 但是我的环境被破坏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去强调 两岸关系的危险 而不是两岸关系的全机会 包括这几人 马英勇有用的谁 这可能是赖信员 就是马英勇有用的这一群 所谓的不服务人员官员 他们只强调两岸的危机 还不强调两岸的机会 所以被台湾老百姓 一直对两岸关系 那马英勇就是八年来的 他又不去解决两岸政治的对话 他又不去解决两岸的一对状态 这就显示出国民党的一个困执 这个困执 这个困执我刚刚讲 在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整个就封死了 整个爆出来 整个爆出来 因为国民党就是没有办法 能够确保台湾的争严 就连这个结构 就开始被国民党非常努力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刚刚讲 三个问题 从几个问题 我们都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 国民党已经没有了 四至三名几个问题 第二个呢 国民党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中国化的意思 是有困难 第三个呢 国民党没有办法去接受两岸的政策 然后再加上呢 马英勇的八年以来 把国民党变成了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选举之气 所谓选举机器 就是说你这个是机器选举而已 有没有灵魂 没有什么想法 孙中山当时走过革命的深刻 孙中山的革命是第一个 是要有理念 孙中山讲说 选举才会反映信仰 信仰才会反映信仰 信仰才会反映这一面 孙中山没有人物 没有兵 没有法 没有反映 原来是没有口才 用他的三名字来好处把他降低 那今天你国民党要问说 你比什么来好处大学 比如国民党实在想说 我们选举 赢得选举就好 赢得选举是最高度量的 少不过你 你没有一个理想 类似认识 去比赢得选举 第二个你赢得选举以后 你又能够做什么 你如果是拿了箱 跟了连败 而再选举 那你家里最多是一个疑惑 人家是疑惑 那你学了别人以后 将来你再怎么选 三年就会抛弃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 国民党第一个 没有更清楚说 你没有了思想 没有了理想 没有了灵魂 你平时怎么在台湾 还进行升职下去 重要的很重要的概念 国民党透过现在选举 总要团结 那团结才能够获得 可是我觉得 国民党应该思考说 你为什么不团结 团结在一个领导人之下 还是团结应该在一个理念之下 如果团结在一个领导人之下 那表示绝对人都会想 你要团结在我的领导人之下 那我为什么领导人之下 就像难道我无畏的学体 学到含泪含笑一定有个团结 不会一直含泪含笑 含笑含含血含笑 可是发言说 我含笑含泪含血 所以我搞的结果更含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今天国民党要大家团结 我作一个商教授 我会问第一个问题 我会抱起在团结的什么之下 如果在团结在一个领导人之下 我可以团结 但是你要团结在哪一个人之下 这个系统人之下 也都会变 我们更不可能团结在这个 利益的生长之下 所以换句话说 这几年来国民党 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由理分威开始 其实是重家的一个败物 尤其是一个癌症的细胞 在国民党被团结 这个癌症细胞 一直站在国民党里面 经过了李登坤 经过了陈瑞 经过了马亦九 这一个层数 从来没有被排除过 而大家好 这一次党统选举 整个爆发出来 从这次党统选举 从去人的坏处开始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癌细胞 开始在国民党最团结 的时候 它就可以爆出来了 所以国民党人 才能够度过第一次癌细胞 其实考验了国民党的智慧 那什么来讲 黄建树当然 基本上 我对他认识 现在跟大家一起认识 因为我也是跟他 在一个偶然的智慧里面 但我原来认识 我们鼓励他 出来探索 那黄建树呢 基本上 他就想做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 我们国民党 一定要我们的党和 跟党同 我们要把孙宁三哥 立业要重新搞回来 这些都不难 我今天还跟朋友讲说 孙宁三的三民主义是非常伟大的 我是一个政治系的学者 今天跟各位讲 你想想看 全世界 从十九十七到二十七 所有的国家发生革命的 有没有一个国家 三民主义一起革命的 有没有一个国家 三民主义一起革命的 有没有一个国家 三民主义一起革命的 有没有孙宁三是民主义民主义民主义 民主义民主义民主义 一起去搞革命的 没有孙宁三 孙宁三的三民主义 其实他给了我们台湾非常多的指引 包括民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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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来是国民党的宝贝 你为什么把民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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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讲到说 你在未来的几年 所以在过去几年 你不要在公爬文化方面 你要在中国的政策方面 你要做多多努力 我必须谈在内党 所不咋的八年 没有在这一方面的主义 而且真的 你要去内书的到处去处理这一方面的事情 内书处理包括很几种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二二八的情绪 二二八的世界太多的化缘在里面 那现在把二二八讲成是 讲这十四元秀 讲这十四元秀 讲这十四怎么可能是元秀 可是对于民进党来讲 我要奏复你讲这十四 就被奏复整个国民党 我奏复你这位国民党 已经没有奏复你这一方面的 可是我们看到这八年以来 国民党有去对二二八的世界去判备真相吗 没有 只是在那边去道歉 去哭诉 去看起 那是加深了整个民进党的正当性 你在八年来留对于所有的像讲这十四 只有比它足够的还原它的历史的真相 尽管你学着跟民进党要 贷奏奖金融合并点击奖介石 那如果奖介石的话 奖金融固然是比较伟大 但是没有奖介石 整二十年来的深细教训 台湾能够这么快就用起来 今天整个东西你国民党在八年以来 对你自己国民党以前所有的冥资 所有的资 你都合拳过去 那你完全是讨好命的 那你国民党怎么会不实行这些 第三个 同学后子 他在代表出去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 我们要某种概念要更化九二共识 深化九二共识是什么 就是九二共识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我们两个道路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两个道路是什么关系 因为北地表说我们两个关系不必来 可是我跟你讲说我们两个关系是各种的关系 各位我必须要讲 低通各表的四个字 那样在2008年的时候是帮助台湾跟大陆改善关系 所以经过的实际有的发言非常好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多的良心讲 低通各表觉得是一条好的选项 你说一个是动法的 我基本上在那现场上面有些反对 可是如果你要解决问题 为什么是做华民国 你不可能是解决两个敌对状态 因为北京不可能会接受一定是做华民国 再加上你在国际上 做华民国在全世界只有21个国家有相交 做华民国在全世界只有21个国家有相交 做华民国有173个国家有相交 请问一下谁会相信你的一种状态 只是你自己讲一条手而已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应该来解决说把中国大陆讲来找完 我们坐下来把整个东西强清楚 把我们两岸到底是什么关系讲清楚 所以洪教授还讲的一种投表是说 我们可不可能坐下来把一个中国的内涵 也就是说两岸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来把它讲清楚 叫做后组来表达清楚 那洪教授现在当时非常清楚 他的主要是什么 我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不用一个白话来讲 就是两岸是心理关系 而且我们还是说一个大陆 都比他大三十八十 那两岸关系绝对不是什么 不是香港跟澳门的 是两岸的政府关系吗 所以北京有一个问题 北京说表面造成一些诸表 可是北京的史坦很清楚 北京的史坦叫一国两次 那一国两次在有种概念上 那两岸是不坏事吗 那这个东西我们当时能解释 所以宏教授在这一方面 他其实清楚了 两岸是一个真不自身业的关系 就是如果这两岸是不可以身业 我有种原谅不自身业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自身开始 各位我要请教一下 这有什么不对 可是这个什么不对的是 你竟然被合理党的招数 作为说 你这个讲座的东西 就是违反了一种作者 所以我要把你换数 所以缺远的换数 所以我们就不怕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主张的这种指标 这个主张要充发 也要做事 因为当天马一走 当天马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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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主张说 不要维持现状 最终个人 不要维持现状 那我就要请问大家两个问题 什么叫做维持现状 物质性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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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各位在一起来 我们每天的现状 都在改变 说不可能维持现状 德党来讲叫做维持现状 除了他的概念 就是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每天都在现状 二十年前跟今天的惹 一定完全已经是一样 1992年的现状 跟2008年的现状 跟2006年的现状 不一样吗 1992年的生活大陆的经济实力 跟2008年生的实力 跟2006年生的实力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维持现状 这四个字 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欺骗 因为没有一个人 可以维持现状 因为现状 都每一天都在改变 你不是神 你不可能维持现状 所以维持现状 它就是一个欺骗 一个藏单的识 找不到问题的一个问题 不必于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第二个维持现状 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一个大家不相认识的现状 报告问说 28年以来 有个所谓 真正的和平的现状 28年以来 其实是 可能是政治上 两岸是一个积累的状 所以我请问